昨天不是已经推演过有关于这个吹哨者联盟了吗 我觉得这个吹哨者联盟 不仅是他们有什么政治基层工作者 助理 有他的这个资工所的校友 还有知名企业的同事 其实这个组成我们昨天已经聊过了 而且他们是如何保密房碟的 有没有在那边推演两两一对 然后以及车子上来之前 我们要熄火 我们确认四周旁边还有那个什么过桥 奉夫夫妻都听不懂 反正总之他们有非常多的是保密房碟的行为 可是呢今天我们进一步要看的是 我们从林冠年这边来看起 因为林冠年呢 他其实当时他也是有去这个 应该是北极组吧 有去调查站有交资料的 所以他其实跟隧道者也有熟视 他说什么 他说高宏安市新竹萨诺斯 萨诺斯是正面的词吗 看你怎么看 如果以邪恶的人来讲 他是正面的词 因为他非常有powering 壇子之間宇宙灰飛煙滅 好 然後說討厭他的人 才會組成一個吹哨者聯盟 而且一開始 厲害是什麼 吹哨者聯盟 他有所有的資料嗎 不好意思 其實是沒有的 憑著一股熱忱 對高峰安的熱忱 所以他們組成了 但是 這要釣魚也要厲害 川哥是會釣蝦 人家會釣魚 你看 他說其實 為什麼那時候 有一個李中廷的健保資料 他們有處理過 然後這個其實只是一個hint 一個影子而已 要引高峰安把所有的資料調出來 因為他們知道 只要議題到李中廷 在立法院當助理的時候 還領著某企業的60萬 就會引起軒然大波 這些吹哨者連爆料的算序 都經過了精打細算 所以跟匪陶匪是要鬥志的 這個看起來應該是且戰且走 因為現在兩個聯盟 一個吹哨者聯盟 一個復仇者聯盟 那這個組成 現在高峰安 應該現在比較冷靜的時候 他會想到說 我的人會怎麼會這麼壞 對我讀書的時候 人家要幫我用 我在企業上班的時候 那些人也要弄我 國會助理也要弄我 連不相關的律師法官 每個人都要弄我 我到底哪裡做錯了 他一定要從這裡想 他才知道大家手上有什麼東西 這一個吹哨者的 我們昨天講到說 到最後交出了一個藍色綠色的那個USB 然後說裡面是最完成 而且檔案沒有更改過 對 就長這個樣子 他一直強調說 那裡面有完整的 但是檔案沒有更改過 那這個檔案一定是這一群人 所謂的吹哨者聯盟 這一群人多起來的一個USB 可是這兩個聯盟有一個共同的人 就是助理 就是助理 那所以在這個倡議員的說法裡頭 這兩邊有共同的人叫做 就是那共同的人 應該就是所謂的那一個助理 然後還能夠跟媒體說 這一塊你寫 這因為另外一塊是 另外一個媒體要寫 那這個會變成這樣就是說 當這個吹哨者聯盟交出來資料 透過林根仁講了一遍 林冠年透露了一點點 連四叉貓走路都會踢到 就是說這一些的時候 就會有人發現說不對啊 我們手上還有別的 為什麼這些都沒講 每個人手上有資料 都覺得我這個最珍貴 都覺得我這個可以致命一擊 可是為什麼都沒講到 而這一個所謂的復仇者聯盟 才會慢慢的又交東西出來 包括尚醫夫講說 有一個律師或者一個法官 寫了一個檢舉函 對 所以那一陣子的這一個 不管是北極組 或者是這個檢察官 應該收到一堆真真假假的資料 要去對啦 要去對 可是我們現在看最後這個判決 或者是檢察官的起訴書 完全只處理助理費 對 其他的 其他比如什麼他在資工的 他在鴻海的 或者是律師 什麼法官這一群的 護走者聯盟這一群人的資料 似乎沒有在這個起訴書 跟這判決裡面 因為最完整的應該就是那一個 那一個USB了 因為這一次你看起訴書 從頭到尾都在講 國會助理的助理費跟 加班費而已 其他的八卦 其他真真假假的八卦 未必 那林冠年講說 為什麼高宏安一聽到李中庭 高宏安就會馬上跳出來 因為那個時候 一開始出現李中庭的時候是什麼 就有點類似 有一個企業 就是說他領了 這個李中庭領了某一個基金會的薪水 然後他跑進來 做高宏安的助理 然後高宏安是不是在立法院 推動跟這個企業有關的法案 各位記得我們一開始在討論的是這個 就是說李中庭領了企業的錢 又進來立法院當助理 不管他有沒有領薪水 領多領少 至少他會推動高宏安 去做一些跟企業有關的法案 這就違反了利益回避 這就有可能就介入到 譬如說什麼游稅法 或者是去修了某一個法條 或者去關說 對企業有關 當時是這樣子 所以當時高宏安 跳出來 高宏安跳出來 從頭到尾都在講李中庭而已 而且他那時候 不是還開一支記者會嗎 然後後面不是洋洋沙沙 對不對 然後就說李中庭跟他有對話 有工作 對不對 他一直在強調說李中庭 其實領這個薪水是有工作的 好 那後來才慢慢 大家覺得說重點不是李中庭 重點不是李中庭 後來才轉到說 他去立法院把這個不該領的助理費領了回來 這個不該領的加班費領了回來 最後法官判決的時候是用領助理費 跟領加班費的這兩件事情判他 所以後來的這個上義父講說 我後來還有跟什麼 他們這個復仇者聯盟的 其中一個人吃過飯 所以他知道他們的組成是什麼 可是我現在在那個判決書裡頭 並沒有看到這個復仇者聯盟 有貢獻什麼 就這一群人貢獻了什麼 因為按照周刊是 那個EWSP應該就完整了 就是因為現在判決書都只處理 那一個助理費嘛 那後來這個復仇者聯盟現在到底交出了什麼東西 搞不好有另案在偵辦 搞不好有另案在偵辦 不然為什麼復仇者聯盟 如果復仇者聯盟交出來的東西 跟吹哨者聯盟是一樣的 那這復仇者聯盟是沒有意義的 也就是說如果那個完整的檔案 沒有一樣的人說的話怎麼有一樣 我們為什麼找這麼多來賓來 因為大家各領域強項就不一樣嘛 大家手上的東西一定不一樣嘛 但是現在看起來就只有這個吹哨者聯盟 在判決書裡頭 可是所謂的復仇 上一部講的復仇者聯盟的資料 現在看起來並沒有在裡頭 來 晃哥我讓你補充 因為是這樣啦 柯文哲他不是只有這個寫臉書 然後一刊頭李俊逸 他昨天上這個網路的媒體 他有講出一點 稍微新一點的東西啦 怎麼個新法 他有講說他那時候 為什麼高宏要去選新竹 其實是他的意見嘛 然後他就跟他講說 不用怕啦 新竹就是我的地盤 我的故鄉 可媽媽也在那邊會去幫你 小地方不會有人注意 你就只需要微笑揮手 這樣就可以了 選舉真的這麼簡單喔 這樣選舉就好了 結果沒想到天啊 2022年那一年是 全國打最兇的地方 而且他怎麼講 他說高宏安是 時代的悲劇 是被犧牲掉的人 而且他強調說 現在已經下令立法院民眾黨團 檢討辦公室的記帳方式 定期檢控 好 這事情大條 他的意思是說 只要我們這個加班費 我們這個勞健保 每月薪資作帳 我只要記帳 記得不清楚的話 你就抓不到我 他說高宏安是時代的悲劇 高宏安是時代悲劇 時代悲劇不是任天堂的紅白機嗎 那個才是時代的悲劇 高宏安什麼時候變成時代的悲劇 紅白機是什麼 你們沒玩過對不對 你們還小 我們小時候最愛的玩具 後來有出副科版 要插卡 對 要插卡 那種 我覺得柯文哲 就民眾黨很擅長 就當出現問 像譬如說前一陣子 那個幼兒園 那個性侵的案子有沒有 柯文哲也說 這個我們要來檢討SOP 對 有沒有SOP 有啊 SOP一直都在啊 只是你沒有遵守SOP啊 同樣的道理 高宏安這個案子為什麼會被查到 是因為記帳記得很清楚嗎 記帳記得清楚 不是每一間立委的研究室 都應該要做的事情嗎 而且小兔在地檢署 在法院都講過 他說高宏安看帳看得很細喔 所以要不然不會連那個高鐵到便利商店 退票那個十塊錢手續費都要記嘛 對不對 一般正常來講 老闆大概不會在意那十塊錢手續費吧 對不對 但高宏安因為看帳看得很細嘛 我覺得關鍵不在於記帳 就柯文哲或民眾 他們非常善於去轉移焦點 關鍵不在於記帳 關鍵也不在於立法院的助理費 有沒有制度 有立法院的公費助理的制度 其實已經由來已久 大家去回顧一下 最近這幾年裡面 有沒有哪一個立委是因為 像高宏安類似的請假 乍領助理費被起訴判刑的 我印象中是沒有 地方議員有 但是立委真的沒有 因為立法院的公費助理費 其實他的制度很完善 就加班費 你該領多少就領多少 也不會立法委員去插手 所以我覺得 柯文哲現在一方面 想要幫高宏安講話 說他什麼時代的悲劇 請問這哪是什麼時代的悲劇 而且柯文哲你的記憶 可能最近可能年紀大了 記憶比較講講過期 講得衰過期 新竹會變成選戰的熱戰區 不是因為高宏安的助理費 那是因為林志堅的論文 是林志堅的論文先開始的 後來高宏安的論文被討論 然後才牽連出來助理費 那個前因後果是這樣 所以是你們先把他打成熱戰區 林志堅雖然沒有在選新竹 但是因為他原來是新竹市長 所以我覺得這個事情 其實道理非常簡單 高宏安的事情 就是民眾黨的縣市首長 而且這個政治人物 是民眾黨一手栽培起來的 你的從政同志做錯事了 做了法律所不容許的事情 你可以捍衛他上述的權利 但是你不能完全全黨在護高宏安 我印象中類似的話 在高宏安被起訴的時候 我公開講過 我說民眾黨真的要全黨 在護高宏安下去嗎 結果沒想到 他們護了一陣子之後 可能覺得風向不對 不護了 好 現在一審判出來 全黨繼續保護高宏安 你們是有欠高宏安這麼多嗎 昨天還出兩組 一組是柯文哲接受訪問 另外一組是他們下面的 發言人文宣接受訪問 結果不小心還自爆 自己是冠老闆 就下班時間傳給LINE 傳助理給LINE 說這樣不算上班 勞動部有函視過 這個算加班 好 所以這個道理 其實民眾黨現在全黨 要護高宏安 請問你們護的目的是什麼 而且新竹市的選舉 康文哲你到現在搞不清楚 高宏安為什麼當選新竹市長嗎 你以為是靠你民眾黨嗎 不是耶 是新竹上地方上那些 有實力的人物耶 這些有實力的人物 可能是某某會長 某某理事長某某黨耶 所以為什麼高宏安 跟你見面喬人士的時候 要約在豪宅的毛胚屋呢 你覺得我們在座 有誰可以借得到毛胚屋 豪宅的毛胚屋 建築工地也許可以有機會啊 但是那個進去要戴安全帽的 空地跟毛胚屋不一樣 我們都把他當作窮人的毛胚屋嘛 對不對 那種進去是要戴安全帽的 他那個毛胚屋是裡面 可以擺桌子 可以泡茶 可以泡咖啡的那一種耶 那高宏安為什麼可以借得到 你柯文哲你在當下 2022年12月初的時候 你都沒有覺得奇怪 高宏安你跟新竹沒有淵源 你怎麼會跟建商這麼熟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你那個時候如果警覺一點 搞不好高宏安後面這些事情都不會發生 因為我講後面是不是他助理費 是後面跟建商有那個斬不斷 李還亂那種千絲萬縷的關係 所以今天你如果要說民眾黨害了高宏安 某種程度上可以這樣說 因為當他做錯事的時候 沒有人阻止他 到現在一審都判刑了 全黨還把他當媽寶 在那邊保護他 我們家小孩很乖 警察生性 你一定告訴我們小孩在家裡多乖 怎麼可能去外面打人 怎麼可能 他怎麼有賠錢 我怎麼可能 你繼續把他當媽寶 以後民眾黨所有的政治人物 就是看到高宏安有樣學樣 反正只要我有實力 我做錯事 全黨會來幫我護航 我覺得民眾黨這樣 再這樣下去 難怪柯文哲最近會很急 就他心理壓力真的很大 就除了高宏安 除了他自己後面還有一個黃國昌 在那邊附金 但是不曉得是不是要請罪 不曉得那個金是要打誰 我們也不知道 因為紅紅燦也沒講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些事情 對民眾黨來講 對柯文哲來講 這個危機處理 這一關過不了 民眾黨馬上要五週年了 要五週年黨慶 這個黨會不會有下一個五年 我還真不敢保證